那現在有一些突破想法先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看任何對大家有興趣就可以一起來加入 我們還有沒有想到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我們希望就是把教育部的辭典 他的辭翼的延帶做一個排行 因為他的辭翼可能有從古到今的辭翼都有排鋼 對 然後這邊 對 今天是飯後面我先講一下 對 第一部分是辭翼延帶 那最後還有半分鐘的 我們要講廠羅斯產生器的桌子 好 那我們先把 對 這個教育部辭典的辭翼怎麼做 原來這個問題我剛剛講過 對 大家可以看右邊的這個歷史 譬如說這是蒙典的那個網站 譬如說歷史這個是他有四個或是五個辭翼 那大家可以看 譬如說第一個辭翼就是太史的這個辭翼 其實是有點比較古的辭翼 現在比較不常用 那我們要怎麼判斷他的辭翼延帶 整個排序呢 對 這樣對實用者來說 可能比較好用 就是可以找比較新的用法 或是比較常用的用法 那可以在前面就看到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 對 排序的方法就是 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有另外一部就是新的辭翼 或是 這部辭翼延是近辭翼延才編的 所以他 他的辭翼 基本上原則上是比較新的 那我們用他來跟 就是蒙典 就是他比較 從古到古的辭翼 比較豐富的話 來比對 看 對 跟這個新的辭翼 誰比較相近 他比較近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認為他是 比較新的辭翼 就把他排序往前提 對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然後 對 那我們有一些初步的結果 對 比如說剛剛那個 歷史的詞 這個字 對 這個做法還不是很好 對 他把所有的名詞 或是他的 比如說形容詞的 對 那個 兩種詞都混在一起 不過 對 就是我們初步的做法就是 他可以把 對 做一點排序 算分數 然後看 對 然後 對 然後 對 那我們分析 對 因為就是我們比較 這兩個詞點 一個是中文詞王 這個比較新的詞點 那跟王點的詞點 對 還有三十 好 一分鐘 好 詞點的話 因為中文詞王 詞意做得比較細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 八千七百個詞 可是他的詞意 對 平均一個詞 會有三個以上的詞意 那盲點的話 基本上大概是 十六萬的詞 可是他 大概是一點 一點五或是 對 左右的詞意 那數據可能不是很順確 基本上粗固 那可是 我們就 就是 盲點跟中文詞王來 說排序 因為他重疊的部分只有七千六百筆 那我們可以排序的詞意 總共 對兩萬多筆 大概這樣 那最後這個 對 當然有放在那個Github上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或者想問 再來是長頭式產生器的部分 現在時間快到了 快就趕一下 就是我們希望做一個城市 他可以自動產生長頭式 好可惜 然後這個 目前就技術上問題是 可能句子還不夠通順 那我希望 可以如果有懂 那個自然語言處理 或是計算語言學 機器學 方面的人 可以先加入這個專 就是希望可以讓他 自動產生出 予以通順的長頭式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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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